有一個資料,我放在Excel 其實說真的,現在大部分人在整理資料最方便還是Excel 你說要叫他在MySQL上面作業 他可能會覺得很想瘋掉了 那因為網路上面網頁的速度真的還蠻慢的 而且很多功能就是沒辦法work 所以像什麼Ctrl-C啦 所以最好他是不是可以支援Ctrl-C,Ctrl-V就可以 但是實際上那個像Google的雲端是可以啦 Google雲端有支援Ctrl-C,Ctrl-V就上雲端 但是MySQL,PHP買的命沒有啦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要有人去做啦 他可不可以做得到,當然是可以啦 只是因為沒有人去做嘛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還是需要 那個有一些動力啦 因為這個東西他賺不到錢 他當然就不會有一個動力 去幫你去完善這個東西 因為10年前的PHP買的命跟10年後漲的 其實沒什麼兩樣 也就是基本上沒什麼進步 但是我覺得Google還蠻厲害 因為Google雖然他好像也賺不到錢 你用他的東西好像他也沒 但是他實際上也是最賺的 全世界最賺的網路公司 這很奇妙 所以他就本來早期的那個Google的試算表 他是不能夠做這些事情的 也是像那個PHP買的命 可是10年後你看他就不同 他就不同反響了耶 所以好,這個是題外話啦 那當然不能複製貼上 所以我們只能夠轉另外一個方向 在那個PHP買的命裡面 有沒有什麼功能可以幫我們比較快一點的做完 當然有啦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個哪裡呢 Students裡面 各位可以發現你點Student 上方會有一個什麼 賄賂會出有沒有 那實際上 當然比較快的方法你可以什麼 賄賂 OK 那賄賂的話呢 他會出現說他有資源的相關的格式 不過他這個地方非常的麻煩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一點點的地方做錯了 你會進去的東西全部都不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 他很容易就 就會給你卡住了 OK 那所以賄賂的話 假設我要賄賂 賄賂什麼 他裡面有資源的這個格式 其實基本上呢 最一般popular普遍的話 不過特別重要 你在選的時候記得 我要賄賂到這個Students 所以記得你賄賂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把游標先點到這邊 不然的話他會賄賂失敗 先點這邊 然後再去點這個的賄賂 OK 那賄賂什麼賄賂呢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哪些功能 點下去 第一個他會跟你要一個檔案 第二個他要支援什麼呢 支援 其實這邊你可以看到 他只有支援以下的這幾種 CSV 跟那個什麼CSV Load Data 跟這個什麼Media Wiki 這個Open 他有支援Open 那個什麼 那個另外一套那個免費的那個 Open Office 不過以前好像聽說還有人用 現在應該也沒有人用了吧 我不知道 因為他其實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而且都免費 但是感覺還是沒人用 其實做的已經都信賛敬美了 但是沒辦法 因為大家不流行用那個了 好 那再來的話 Seql XML 所以用哪一個比較好 才感覺這個是最好 CSV 為什麼 因為 在那個我們的Excel裡面 打開Excel 你可以另存新檔 它裡面有沒有CSV CSV 有沒有看到 在哪裡呢 CSV 這邊有沒有 其實CSV跟那個Excel 這關係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我建議就是存這個好了 OK 好 那儲存之後的話 再來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儲存完之後 如果你直接傳上去的話 一定是亂嗎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 我存成Student 2好了 好 那CSV 它會出現說 它沒有辦法支援有些功能 那當然一定的 另外 CSV跟Excel 有一個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將來 你的Excel裡面 有不只一頁的話 它只會保留第一頁 第一頁以後的話 會不見 所以特別是它沒有支援多頁面 所以只有一頁面 也就是說你將來 如果很多頁的資料 你變成要令存新檔的話 要一頁一頁存 其實我之前也寫過一個VBA程式 因為你比如一大堆工作表 那如果你一個一個存CSV的話 不是存到封掉了嗎 所以我們可以在Excel裡面寫個VBA 另存一下 它就全部幫你彙整出去了 批次轉檔 OK 如果有興趣的話 找一下我的部落格裡面應該有這東西 按4 轉出之後的話 所以其實自動化 可能你工具好像還不會 不只只會一種 因為你像剛剛Excel 那東西如果你不熟的話 你可能會卡很久 不知道各位零 加個零應該不難吧 如果你不會的話 恐怕你就只能手動在那邊輸入零了 對不對 那那不是好方法 好 再來的話 如果你把它傳上去的話 那匯入其實很簡單嘛 就直接CSV檔案找到對不對 找到桌面上 我剛剛有放了一個 Student 2那一個 往下找 應該在這裡 OK 按開啟 這個時候呢 你就按執行 它會幫你怎麼樣 把你的CSV檔直接丟上去 而且賄賂成功哦 那你可以看一下按右鍵 這邊一樣可以編輯好了 它裡面的東西結構一定 CSV其實它是一個文字檔 只是這個文字檔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說 它的欄位跟欄位中間 如果在ecele轉出的話 它都是用什麼呢 用豆點 當成它的分割符號 在最後面有個換行符號 它的結構非常簡單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文字檔案 只是副檔名是CSV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哦 感覺上好像還蠻順利的 不過呢 我們在把那個student打開 他已經跟我們講說 你已經傳上去了哦 可是問題來了 有沒有看到 傳上去呢 英文跟數字沒問題 但是中文就出問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講過哦 微軟它預設存的都是BIGFI 但是呢 如果你要把它轉 你如果沒有轉的UTU 把它傳到 這個買sego裡面 就變亂碼了 所以哦 第一個這是錯誤的啦 所以先示範錯誤的給各位看 全選刪除一下 那可是問題 想說老師那這樣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刪除 是 把它全部刪掉好了 那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我再把這個打開 按右鍵 編輯 接下來關鍵點在哪裡 請去注意一下 這個Google Google不到的 因為我早半天 也是沒有人跟我講 怎麼做 後來我發現 有一招最簡單 檔案 但是特別注意哦 請你用最簡單的功能 就是用記事本 按右鍵 編輯 用記事本就可以了 另存心檔 關鍵在哪裡 我發現這個功能 還蠻好用的 編碼 有沒有 反而在e-sail裡面 我找不到 可是在我在記事本裡面 反而找不到 ANSI 這個就是它 那個就是微軟的編碼方式 那我們呢 點擊這邊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UTF8 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如果以後你的CSV多的話 應該還要寫一個轉碼程式 不然的話你要大量輸出的話 也是麻煩 直接存檔 好 那把原來的檔蓋掉好了 好 我把他另存心檔 好 記得要改這邊 UTF8 把這邊後面改一下 乾脆加個底線好了 那把他轉碼的檔蓋掉 應該也不會有錯誤訊息 OK 好 只是說呢 下面會多出東西 感覺好像應該是比剛剛好多了 為什麼 因為都沒有亂碼 這個時候你把它打開來 裡面會不會有亂碼呢 你會發現裡面就正常 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的東西呢 就可以全部都上雲端了 所以以後 你們的Excel的檔案 如果要上MySQL的話 第一個你就建資料庫 第二個建一個資料表 然後把它的結構先定義出來之後 再把你的Excel另存心檔 成CSV 那它另存心檔 Excel裡面我是沒有找到 你們可以再找找看 它沒有辦法幫你轉換成UTF8 所以變成怎麼樣 另存CSV之後 你變成 關鍵的地方就是在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按右鍵編輯這邊 用記事本 幫我們另存心檔 UTF8 這樣就 解決了亂碼的問題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